和闺蜜一起度过了小小年后 今天闺蜜一大早又赶来我家拜年了 今天的孩子们一定是特别高兴 因为他们又能拿到红包了 闺蜜知道我爱擦花 所以给我送来了好多花 有素雅的绣球花 还有满天心和宁艳的非洲菊 我用闺蜜给的花加上我自己家里的一些绿叶 插了八款不同的花形 那你慢慢看来 我跟你讲一下我和我闺蜜的故事 我和她认识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应该是五年都不到 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立刻成了好朋友 那是在一次有一位朋友组织去 她连五线谱都不识 每天练琴练三四个小时练了好几个月 我是被她的音乐感动到 我当时就是泪流满面的听完了这首歌 从那个时候我就对她散开了心承 她还告诉我她的先生得了不治之症 她的心情非常沉重 从那时候起直到她的先生故事一年左右 我每天都会和她通话 陪她聊天 我们是朋友 是闺蜜 我们更是姐妹 我们在对方想哭的时候 陪她一起哭 想笑的时候 陪她一起笑 我们彼此互相鼓励 互相打气 就像我现在在学做视频 她在学PS 我们都激励对方 你一定行的 那我们也是互相帮助 比如说我做完视频 她看了之后 她会看好几遍 然后会说 你这里做的不够好 这里做的好 就是说我们对彼此的缺点 都能够直言不讳 真正的友谊 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像夏天送你一杯凉茶 冬天雪中送炭 友谊也像是一个缘分 有的人你和她认识了很久 但是始终走不到一块 永远在一条平行线上 而我和我的闺蜜 你看就一次 就变成了永远 今天闺蜜送我的这点花 让我忙了整整一下午 居然擦了八款 不同形状的花 那接下来的照片 你拍一拍来欣赏吧 感谢你的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